你借用市场这段时间的变化之大 其实会让很多的投资人 其实我觉得会蛮有机会 能够创造超额利润的空间 上边的这个QR Code 可以免费加入到我们这个标股基因的这个赖群 那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的赢家观点之外 我们这里面也有这个亲切的客服 可以回答你关于我们商品的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另外里面也有专业的助教 我看昨天好多的同学 这两天的行情波都很大 然后很多的同学都在问 这档股票怎么样 那档股票怎么样 我们的专业的助教还蛮热心的 在晚上10点11点多还在回答大家 真的是学习这条路上 真的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有看到这么多的同学 可以一起的去这学习的路上迈进 好那除此之外 最近庆龙也还蛮开心的 那因为庆龙的这本新书啊 就是超简单买低卖高投资书啊 其实真的还蛮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啦 那现在已经农登了伯克莱新书排行榜的第四名 哇真的很棒 那第一名是我们现在的全球首富的这个传记 那第五名是以前美国首富的这个洛克菲勒的这个 写给儿子的这38红信 跟大家报告一件事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这本书啊 其实你把它翻到最后一页啊 最后一位这个是版权页 然后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页的最下面啊 这个地方啊 其实有一个有点类似那种呱呱乐的一个设计啊 那这呱呱乐的设计其实就是我们提供给我们这个 购买这个买低卖高这本书的同学一个价值的一个服务啦 那这个提供了一个可以免费使用标股基因APP的一个开通的序号 我们开通之后可以免费使用两周就相当于14天的时间 那同学就可以立即的享受开通这个 其实我认为是现在目前市场真的非常强大的一款 这个不管是财报分析还是筹码分析的一款 这个APP的这个内容 知道怎么去使用啊 或者是你在你的这个书后面啊 没有看到这个续号 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 这个02-2702-9139转 登机174 那我们这个客服也会给你一个开通的序号 那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标股基因APP的 这个专属的这个客服的line 那这个line就是小老鼠SmartAPP 这个还蛮好记得 那我们这个频道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 并不会直接报名牌给大家 也不会直接给你鱼吃 而是希望能够分享高胜率的一个钓鱼的技巧 去帮助同学自己就能够从古海中钓起一条又一条的大鱼 并且透过不断倡导价值投资的精髓 以及卖低卖高的交易的策略 去协助同学在目前资讯爆炸 但是却混淆的环境中 能够明辨资讯的真伪 而不至于陷入到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的困境 最后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卧虎长龙的投资高手 要成为卧虎长龙的投资高手 必须要有一些练功的过程 那自己练功很辛苦 那不过庆隆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 先加入到我们这个免费的标股基因的LINE群 跟着大家一起练功 可能会让你在投资的路上 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而且可以扫走一点冤枉路 那你可以扫描这个QRコン 你就可以加入到这个免费的LINE群 除了可以享受第一手的股市资讯 跟市场赢家的观点之外 那另外我们里面有亲切的客服 有热心的助教 还有热心的学长姐 可以帮助同学在投资的路上 不再孤军奋战 OK 好 刚才有跟大家提到说 这个最近这个债券ETF啊 真的很厉害 真的就是涨一个月 抵了它一年 大家所预期的一个报酬率 那秉除这个两倍的这个杠杆的这个ETF之外 那我们看到不管是00679B 元大美在20年 00764B 群于25年美债 这个报酬率都来到8%8% 那另外像这些 大概都有7%左右以上的报酬率 所以看起来就是 目前看起来 这个债券的ETF啊 通常大概一年的报酬率 大概就是5到8%左右啦 所以光这个月以来 几乎很多的债券ETF都达标了 都达标了到5到8%了 不只这个账面上的ETF达标啦 那庆龙也分享了我的这个投资债券ETF的对账单嘛 那这个已经分享了好一阵子 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那我也有买一档这个00720B 这个元大投资级公司债 然后买了200张 当初持有的成本是682万 那目前股票的市值是718万 那成本均价是34块 然后市价是35.9% 所以这个价格的获利是来到33万 然后再加上这一段时间已经领了15.4万的债息 所以目前未实现的获利是来到48.8万 那报酬率是7.1% 那这个是基本上这个债券ETF 今年以来的这个规划 大概已经满足大概一年以来的报酬率啦 那当然这个这样子的报酬率该卖还是不该卖啊 那基本上还是 我有一些分析的观点嘛 大家可以稍微再去回去看一下 我对于债券ETF的一个长线的一个看法 那不过啦 基本上我对于债券ETF 基本上我本身的心态啊 大概就是报酬率大概就落到5到8%之间 一年大概5到8% 因为现在似乎天时地义人和 所以一年赚个8%应该蛮合乎基本的要求 但即使是一年赚8% 你投资这样的商品啊 基本上你大概也需要花9年的时间 才有机会让你的资产翻一倍 那那怎么算呢 其实我们在投资学里面有个叫7-2法则 就是多久你的本金能够翻一倍 关键在于你的报酬率 假设你投资的商品报酬率 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债券ETF 我现在预期大概一年就是8% 8%就7-2除以8 那就是9年 9年资产可以翻一倍 所以如果你有100万的 9年后就会翻到200万 再9年后会翻到400万 那所以为什么 所以看到这个7-2法则 就为什么就是庆隆非常的强烈的建议 年轻人你还在努力的在追求资产增加的年轻人 不要轻易的把钱放在利率太低的这些商品上 比如说除续型保单 对啊 除续型保单 我刚好遇到一些年轻人他们说最近手上没有钱可以买股票 是因为买了一堆除续型保单 那可能因为同学啊 有些人在保险公司上班 那当然我不是说除续型保单不好 我只是说对于如果你还在追求资产增加的 那你把钱放在报酬率太低的商品啊 你真的 我不能说一辈子没有翻身的机会啊 你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翻身 那假设了我们就说这个除续型保单可能利率给你3%好了 3%已经非常好了 好到不得了了 对啊 那3%72除以3% 72除以3% 你看我们用72法则 24年 24年的资产才能翻一倍 所以我已经是小资主了 我还在追求资产的增加 我的钱已经不多了 可能只有10万20万30万 了不起存到50万好了 我要如果买除续型保单 我要花24年的时间 我的50万才能翻到100万 那你有多少个24年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建议啦 那当然除续型保单有他适合的人 我认为这种高资产的人 他可能本身年收入就很高的人 其实非常适合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小资族 对于你还在追求资产增加的投资人来讲 那千万不要把钱放在这个报酬率太低的商品啦 那真的不然就 不然就真的太会很辛苦啦 那刚才有提到这个债券ETF是可能报酬率8%嘛 我们必须9年翻一倍 但是对于一些投资人来讲 我可不可以报酬率拉高一点 比如说拉到年化报酬率12% 年化报酬率12% 大概6年可以翻一倍 然后年化报酬率大概落在18% 大概4年可以翻一倍 那欣隆长期所主张的那个存骨口诀 大家还记得吗 存骨口诀357 大概他的年化报酬率大概就落在这个地方 大概17%多 所以大概4点多年的资产就可以翻一倍 而且胜率很高 可以来到超过88%的胜率 那如果你想要再更积极一点 哇有没有办法年化报酬率 如果36%我两年就可以翻一倍 哇那这个离我财富自由的目标更快了 那有没有这个方法 我这几年也做过很多的研究啦 有一个研究是有点接近 有点接近 而且这也是市场独家的一种策略 这个策略是什么 这个策略就是年年赚40%的财报公司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独家的一种投资策略 那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这个是美国的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 葛林布雷 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财报公司 那他不只是哥伦比亚商学院的教授 他同时也是哥坦资本投资这家公司的创办人 然后他在操盘20年的期间创造年年绩效40%的报酬率 哇 所以当初沁荣发现这个财报公司的时候 我眼睛都被点蓝了 我觉得哇 太棒了 竟然有这种公司 那如果这个公司能够执行在台股的投资上 那我不是两年我的资产就可以翻一倍吗 因为年化报酬率只要36% 我两年72除以36嘛 72除以36就两年我就翻一倍 那再两年再翻一倍 再两年再翻一倍 那我财富自由的目标会更加的接近 所以我当我第一次发现这个 葛林布雷的这个年年转40%的财报公司的时候 我就开始大量的导入到 引用到台股的研究中啦 那当然这个公司是什么 他基本上是一个财报的公司啦 那这个财报的公司有分为两个 葛林布雷是统计美国3500多档的上市公司 然后去做这个排名 那庆隆把它引进 然后针对台股的一些财报的特性 有稍微修改了一些 那所以跟葛林布雷的原本的公司是有点落差 但基本上不违反他的精神 但更适合在台股的投资上 那基本上他的这个财报公司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找盈余报酬率的排名 台股有1700多档上市公司嘛 那我们就针对盈余报酬率去排名第一名到1700名的分数 然后另外在一个资本报酬率再开始排名 那在针对1700多档的公司中去针对他的资本报酬率 然后开始做排名 最后去找出这两个排名相对较好的 然后最后选出前段班的学生 那这个的财报公司其实也不难理解啦 就好比就是想说一个高中的学校 可能有1700个学生 高三的学生 那这1700个高三的学生 有些同学可能数学考得好 但是他不一定英文考得好 那有些同学英文考得好 但是他可能数学可能遇到了 他就觉得非常像天书一样 他遇到数学就挂掉 但是如果你想要进到好的学校啦 那你想要进到台大好了 你可能要数学考得好 英文也要考得好 你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进到台大 去读你自愿的学校 那所以葛林布雷的这个财报公司啊 其实就针对数学考得好 英文考得好的同学 然后筛选出前段班 让他比较有机会可以进到台大 所以这就是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那至于这个公式怎么计算的 那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过程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我的书来看 里面就有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 OK 好那谈到了这个 年年转40%的财报公式啊 那庆隆基本上有把它引进到台股的投资 那因为它试算的方式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好家在 现在有AI 有机器人 可以不断的跟大家去做调整 所以就蛮开心的 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标股精英APP里面 也有这个年年赚40%的这个财报公式 那它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目前看到这个画面啊 是标股精英APP的画面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大盘旁边有自选 这边还有个龙选 点进龙选之后啊 你会看到成长价值 另外还有个布雷名次 这个布雷名次啊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用年年赚40%的财报公式 所试算出来的筛选出来的数学考的好 英文考的好的优等生 那这些优等生未来比较有机会进台大 那这就是我们目前市场唯一 而且也是独家的布雷名次的一个统计 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个根据第三季的财报 那有哪一些公司进入到布雷的名次 那有这上面的一些标的 那我们来举例说明好了 比如说这个2303的金元代工的联电 看最近它的股价走势 11月份的时候在46块 现在目前已经来到53.5 那这个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葛林布雷的名次里面 那它的名次要去哪里看呢 就进入到这个触及记录 触及记录 那我们看到 你看 精选布雷 这个是它在什么时候开始触及布雷的 在2023年的6月29号股价大概在48块 48块左右的时候 47块 联电就触及到这个所谓的葛林布雷的选股的策略 我觉得还蛮符合它目前的一些状况 那另外我们这边有很多的选股模式 那如果同学想要知道这些选股模式是怎么来的 我们这个有一些介绍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触及 价值地板 地板 你看地板 地板就是月KD指标 这就是我们先前跟大家介绍的寻找低档的黄金交叉的标的 联电是在2022年的12月份出现的月KD在低档的黄金交叉 当时的股价在45.5 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月K KD指标 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低档黄金交叉 出现低档黄金交叉 然后之后又触及了葛林布雷的选股策略 那它基本上就符合了这个选股的条件 那另外我们在财报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表现 营收 连电的营收都还在衰退 你那衰退 这个是在今年以来 似乎所有公司蛮普遍的状况 就是营收大家都在衰退 因为为什么 因为2023年会是营运的谷底 2024年就会开始波云见日 所以这个衰退都很正常 然后我们在这个股利里面 我们这个标股金APP里面 有增加了一个预估殖利率 就是针对它近世纪的EPS 然后乘上近三年的盈余分配率 然后得出它明年预估会配发的股利 然后换算目前的股价的殖利率 那连电的殖利算蛮高的 来到6.16% 这算是一个蛮高的水准 那这么高的一个水准 其实它也获得了法人的一些支持 你看它最近 不是法人支持这些ETF 我们看到最近12月加码比例最多的基金 叫做国泰永续高股息 国泰永续高股息 增加了64000多张 64000多张 对啊 这个就是它几乎换股操作 就把高股息的加进来 为什么 因为它的获利状况是蛮好的 我们看它的财报 EPS 获利 近世纪的EPS是 这边改成近世纪 5.35块 那5.35块 对照目前的股价 大概本益比大概10倍左右嘛 这也是先前青龙在整理这个便宜的半导体股的时候 为什么连电一直都能在这里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看它最近的大股东 持股400张以上的大股东 跟持股20张以下的小股东 大股东这两周有在增加 小股东这两周在卖出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筹码的结构 那所以你会看到平均的张数在开始往上走升 那这个是蛮不错的一个条件 那河流图的部分 先前还在便宜价 那最近有稍微回到合理价 那就持续的观察了 那除了连电之外 另外一个连家军也有一档连勇 3034的连勇 也进入到葛林布雷里面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触及记录 哇这个厉害喔 这个厉害 看一下价值 哇这价值 你看连勇在这里 价值 你看在265块的时候 就触及价值的策略 所谓的价值 其实就是看它近5年的平均股利 它去那里看分析 精英检测 然后这边有个价值的部分 352以下都是便宜的价格 便宜的价格 然后所以它200多块 在这个地方 它就触及了我们价值的策略 那目前看起来 它也有触及月KD指标的策略 所以它的地板应该也有触及到 地板也有 也在200多块触及 2022年200多块触及 然后最近进入到布雷 布雷的时候 它在 都一直都持续触碰到布雷 即使到12月26号 那它最早触及到布雷的股价 应该在300多块 2023年2月份361块 所以看起来它触及的记录是蛮多的 然后它的 营运的状况 一样公司也 最近已经开始恢复正成涨了 先前在衰退 这是一个衰退的内容 然后看获利 近171片36块 先前股价是300多块 所以本益比相对较低 不过最近的股价 有拉起来 从原本的 从原本大概 300多 现在涨到522了 那就看看最近的 殖利率 股价值率 5.7% 都算是殖利率蛮高的 就是现阶段 我们在找一些殖利率 相对较高的一些标的的时候 这个预估 这就是预估殖利率 我们APP里面有算出 这个预估殖利率 我们来看看大股东 最近的动向 持股500块的 就100张就可以了 大股东 先前连续买了5周 最近一周有卖出 小股东先前卖了 最近再涨上去 就开始买 哇这个有点 这筹码的状况 有点危险 好 那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如果大家对于 这个标股经营APP 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月费方案 那不过 系统更推荐的是年费方案 相当于买10个月 送两个月 之外 我们还会再送25堂 由专业助教所上的 财报魔法班的课 那同学就可以开启 市场唯一一个财报AI的APP 帮助同学 即使不盯盘 也能够放飞获利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 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对2023年 有一个happy ending 那有一个happy ending之外 我们2024年 龙年了 我们要鱼要龙门 好 再接再厉了